歡迎來到2013環海南島國際公路自行車賽 今天將進行的是第三賽段 從海口經過文昌到達瓊海 那麼在海口的出發點 主辦單位也準備了很多的表演節目 當然今天還是一個頻路的賽段 但是今天的天氣整體來講 風勢好像在後段會有順逆風的變化 那麼在賽前我們訪問到目前總統已經排台第二名的阿莫里森 阿莫里森表示貝爾金車隊實力相當的強 特別是有兩個很好的衝刺選手 那麼在比賽中當然衝刺選手在前面我幾乎沒有什麼機會 但是我期待後面的爬山段 有機會扳回一點成績 那麼昨天拿下最佳亞洲車手 藍山的張敬偉在賽前也表示了他的看法 其實我應該第三次來環島賽了 因為之前兩次都是從山亞出發 從這個島立時針來騎的 所以說這次第一次順時針來騎這個島 到後面才有三路段的話 對我們的難度需要挺大的 因為可能體力消耗恢復沒有那麼快 其實我也怕我自己到後端會給淘汰 所以這個藍山盡量保持到幾頓是幾頓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路線圖 今天全長148.8公里從海口前往瓊海 沿路最高海拔只有60米 沿途設有三個衝刺點 第三衝刺點離終點只有8公里 今天進行的第三賽段 通常在多日賽選手在第三天會比較容易出現疲勞的狀態 不過看起來黃山莫里諾狀態還是非常的好 那麼現在正式準備發槍 第三賽段正式開始 今天同樣是128位選手出發 128位選手來自20支車隊 分別來自31個國家地區 那麼今天在賽程前段有3.1公里的熱身段 開賽之後馬上就有發動新的進攻 可以看到Champion System Baku這些車隊 亞洲車隊還是非常的積極 或許是受到昨天張敬偉 成功奪下藍山的方式 這是一種新的模式 要靠中間的減秒 去把個人的總成績往上提升 進攻還是不斷的進行 但是還沒有明確的成型 現在看到第一個衝刺點 率先通過的是烏克蘭國家隊的安德烈 那麼第一個衝刺點的距離是在53公里處 整個比賽在第一個小時進行了43公里 那麼這一波的進攻 讓六人領先集團成型 也是今天比較成型的集團 其中包括了BH車隊 還有烏克蘭還有巴庫 還有法國蘋果馬賽隊 還有包括中國的橫翔車隊 六人領先最大差距拉到2分05秒 主集團看起來是在一個受控制的情況下 始終讓差距不會拉大 當然這個控制仍然是由貝爾金車隊 來控制住整個集團的速度 很快的準備來到第二衝刺點 81公里處的第二衝刺點 由柳劍鵬 來自中國橫翔隊的選手率先通過 不過看起來集團是相當的合作 並沒有任何的爭鬥 那麼現在在領先集團之中的安德烈 來自烏克蘭國家隊的安德烈 發動了一波進攻 主要是後面的集團已經追上來了 如果再照這個配速走 這個集團將會失敗 因此安德烈決定單飛 嘗試繼續保持領先 可以看到安德烈通過第三衝刺點 那麼安德烈今天已經拿下兩個衝刺點 不過他的總成績差黃山有一分多鐘 因此黃山對他們來講完全不以為意 現在看到最後的 進入最後的三公里 主集團將安德烈即將抓下來 今天的平路戰 勢必又是一個大主衝刺 可以看到主集團前面 則是由澳大利亞 DRIPEG車隊來控制 各個車隊交替的控制 主要就是要希望讓自己的衝刺選手 有機會在這邊爭奪單戰 當然今天的賽段後段 有一點秋林 現在來到終點前300公尺 可以看到綠色兵團又出現了 綠色兵團就是來自荷蘭貝爾金車隊 繼續由隊友在前面領路 可以看到SEOBOSS SEOBOSS現在取到第一位 這邊離終點只有100米了 SEOBOSS在前面呢 率先的準備通過終點 後面則是黃山 第三名看起來是烏克蘭國家隊的選手 SEOBOSS拿下第二個單戰冠軍 黃山Moreno取得第二 JURI來自烏克蘭國家隊的選手 取得第三 LASPOON則排在第四 我們賽後聽聽單戰冠軍SEOBOSS的專訪 SEOBOSS表示今天非常好 因為整個狀況跟昨天一樣 我們在前面先放一個目標 六人集團讓我們易於防守 而且他對我們來講並沒有太大的威脅 我們車隊可以在後面跟其他車隊合作 把他追回 最後呢我的車隊幫助我還多的 我順利的取得單戰成功 這個戰術模式呢非常成功 我們希望繼續保持下去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頒獎台的情況 SEOBOSS單戰冠軍 今天第三名換人 而藍三則回到Andor Manan馬來西亞選手的身上 他靠的是第三衝試點 取得第二的減秒 綠三仍然是Moreno Hopeland 他今天還是第二 整個積分呢 還是領先的相當大的差距 當然黃三呢 仍然是Moreno Hopeland 三戰下來 哪一個單戰冠軍 兩個單戰第二 總成績排在第一位 我們看看總成績積分法 今天呢 阿莫領森的差距呢 更被拉大到42秒 我是CyclingCN的張壽生 為您帶來今天的講評 《CyclingCN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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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clingCN的努力》